昨天上午发生一架F-51战机执行任务时意外脆弱在台东外海 飞官朱冠萌跳伞逃生 送一抢救后不幸殉职 朱冠萌的家属痛斥空军不重视战机老旧的飞案问题 让飞行员承受压力 国防部宣布F-5型战机款全面停飞特检 执行搜救任务的黑银直升机在台东外海低飞 不断来回搜索 因为空军第七连队移架F-51战机 二十九号上午被民众目击坠海 飞行员跳伞逃生 军方与台东当地海巡警消人员 第一时间都赶往加入南海岸搜救 海巡员在海面找到飞行员朱冠萌上位后 直升机随即垂放吊挂架 由搜救人员将人一致架上再吊挂上机 不过当时朱冠萌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一抢救后宣告不治 空军指出该架编号5261的F-51战机 二十九号执行基本攻防训练 上午七点二十九分从台东制航基地起飞 不久后飞行员以无线电呼叫 表示右发动机故障 不到两分钟三十一分时 朱冠萌在基地北面一里弹射跳伞 三十二分空军下令直升机升空搜救 搜救对于八点十七分目视到落海飞行员 四十分完成吊挂将人紧急送一 飞机在离地之后飞旋呼叫 右发动机故障 那至于详细的故障 以及双方面这个通话的细节 现在都已经列为这个收证的资料 飞行训练发生意外 飞官驻冠萌训职 他的母亲得知消息后难以悲愤情绪 批评军方早知道战机老旧 却还让飞行人承受压力 而朱冠萌的妻子则一路哭红眼 看到身穿制服面露微笑的丈夫 灵堂照片时 更是腿软需要旁人搀扶 台东地检署表示初步相验 结果朱冠萌是头部重创 导致颅内出血引起中枢神经休克死亡 但详细状况还要进一步领清 飞行算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工作 那大家白天就上班的时候 自然神经都会绷得比较紧 晚上只要有时间都会听音乐 训职的朱冠萌能文能武 与同袍组成虎团乐团 在其中担任吉他手 八十年四的他今年二十九岁 空军官校正起一百零二年班 一百零四年到第七连队任职 飞行时数超过七百小时 现在阶级是上位 预计明年一月就能晋升少校 去年和妻子才生下女儿 原定今年要举行婚礼 才跟亲友宣布因疫情延期到明年 如今一家却天然永隔 究竟真正失事原因为何 军方表示将进一步调查 不过F-51战机遭外接职疑精灵老旧 国防部则下令以F-5型机款全面停飞 并执行特检及调查作业 记者综合报道